将包装撕开一整根的飞鱼卵香肠立即可食用 在历经数十年的博胜行与学术机构合作 除了比其他业者多三倍的飞鱼卵含量 更打破了传统香肠必须先煎烤才可食用的限制 成为极富商机的即时性产品 以山海潮为主题 迈入第八年的金融市文创辅导计划成果出炉 共有五组业者与设计师合作发想产品 包括可及时的飞鱼卵香肠 重塑品牌的金融市融会蜂蜜 老常生汉方药膳食品 以蜂蜜露茶的生食漆茶 及截取金融八景地景样貌色彩的丝精礼盒等 将金融市的文化美食美景等元素 透过设计创新导入 变成可以带着走的故事产品 是将无形城市特色化为有形城市纪念品的最佳典范 我们这八年来所努力的 然后大家共同集合的 我们做了一个发表会 那金融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山有海有港 尤其浪潮 那这些都是设计很好的元素 金融的文化 大家都知道是很早有久历史 那这个文化有很多故事 怎么结合商品 让它形成一个故事可以带着走 这也是设计师 他们精心去把现地的状况 去结合设计出的商品产品 然后这些我们也经过相关的认证 然后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很好的推广 希望大家来金融 可以有好的东西吃 有好的景色看 有好的办手礼可以带回去 另外金融市文化局今年也首次推出 金融好物城市品牌认证计划 透过与产业发展处及官方及城市行销处的跨局处合作 成立全新城市品牌 共选出12件代表金融的城市品牌商品 希望透过城市品牌的建立 提升金融地方特色产品的文化价值及晋升力 也扩大金融好物的知名度及品牌形象 各县市来说 我们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单位 我们的跨局处的整合 其实非常的紧密 在这一次做金融好物的辅导 把惩罚处的实打办手礼带进来 不同的计划的连结 我们在这次里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 这里有非常多 其实原本就是农鱼的特色产品 加入了一些文化底蕴以后 它变得更强大 获了两个阶段的评选 邀请了非常振动坚强的评审 做了两天的评审 好物的标章 希望我们能够打团体展望的商品 带到其他县市去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这12件获选商品 日前已受邀参加2022松烟风格职人市集 与全国多个县市共同展出 未来希望透过征选计划辅导更多商品 加入城市品牌认证 让国内外民众有机会体验到 更多元的基隆镇港风味 城市品牌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